阿翔付出 還有什麼方法要做的 阿翔 阿翔付出 他從來也沒有離開過 因為我們的感覺 就像現在還有人問 浩子怎麼沒有來 董哥怎麼沒有來 這個節目呢 一直跟他們都畫上等號 所以在我心目中 阿翔是沒有離開過的 所以歡迎你今天啊 回來上班 所以你今天會見到阿翔 禮拜六會見到另外一個 就是左右手回來了 這個節目應該左右手不會全在 但是我相信 但是我相信 因為謝忻這一陣子在國外遊學啊 到處做義工 他常常也拍照片給我看 我覺得他充電充得滿充實 他也看到很多社會每個角落裡面 有需要幫助的人很多 你就要比較起來 他是很幸福的一位 所以他這次回來會勇敢的面對大家 然後未來的路他也會走得很踏實 我想大家給他鼓勵才是最大的幫助 是大家我們媒體啊觀眾給他會後悔 他也承認他的錯誤 我想人非聖想 現在日子 其實他也滿心 他還瘦了七八公斤 只要是對他熟悉的人都會心 當然對他有別的看法還是依舊不存在 但是身為藝人 就是要接受每個人的看法 但是要問清楚 未來的日子 工作每一步都要採取大支 而且除了做工作之外 他還是很熱心的 我想老婆她是一個心情的出發 然後我當然在這一陣子 非常感謝我最深愛的老婆 然後她這麼的努力 這麼樣子的陪伴 我們持續的朝著幸福家庭的路來賣進 謝謝大家賣進 他講神殿的兩個人 你覺得這個時間太重心了 你覺得太快了 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當然心掛念著 除了家庭之外 當然也非常渴望著 一回到工作崗位上面 努力的挑釁自己的腳步 然後感謝民事的支持 感謝公司的安排 讓我有機會再次回到 這一個工作崗位 沒有這麼長時間 在家裡面 工作不來 其實以前工作完 都會回家一起吃飯 我的意思是說 可以從早上起床 然後到午上 幾乎都在一起 然後甚至 過了這樣一個禮拜的時間 帶大家一起出去 那幾乎不好 所以 這幾次都沒有好好感激 感謝到浩子 那一致以來 大家都說 我們怎麼樣是怎麼樣 那老實說 我們真的是 互相相似的兄弟 從以前到現在 這次我們可能說話 像一般的朋友一樣 說得那麼深聊 在這邊也非常感謝浩子 在這段期間 這樣的努力 跟幫忙 站在警察線上 還有謝謝浩子 знаете 尾巴 在那裡 你應該像有什麼 你應該是對